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食 休閒 舒暢 美食之都 多元化的地方 有很多多元性的東西可以來的 其實我們澳門是一個比較有文化氣息的地方 我們有中西文化氣息 就是優雅 因為澳門其實是一個很適宜休閒旅遊的城市 其實我們也有很豐富的文化遺產 這些很豐富的旅遊資源 其實你可以去一下除了大三巴 還有去龍華蒲雲 那裏都有很多古舊的歐洲風格的建築物 你也可以看一下 還有濕地公園是旁邊也好的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城市 譬如在我們酒店的這個行業 澳門其實是一個 拿到很多福普斯里遊五星級酒店的一個城市 而這件事可能有很多遊客 其實是未關注到 其實也證明我們一個服務水平 是一個很高的層次 藉著大灣區發展的這樣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包括恆晴跟澳門的一個合作區的一個發展 我想澳門在以後不僅是大家心目當中的旅遊業 更加是一個融合性的產業 科技啊中藥啊等等的產業都會發展得非常好 現在大灣區的發展也隨著 其實澳門它不單單是MG北ja 中目標ід於國內旅客 都是全球化的 所以隨著大灣區的發展 我們希望澳門能夠成立一個全球化的旅遊應鏈 希望未來的旅遊產業可以更加的科技化 比如說 stron用 threadSea Media 讓我們整個體驗更加的智能方便 也符合現在一個人宇宙概念的起出 希望未来的旅游发展更加多元化 比如说我们这次希望旅游行业 能够跟科技行业进行融合 将更多的产业或者更多的资源 变成一种旅游资源 形成一种资源价值的一个转换 其实我们想鼓励澳门市民多些思考 尤其是关于旅游业对澳门经济那么重要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方法 或者一些创新的方案 我们希望全民都能够参与到 去创业创新在这个旅游发展方面 这个是我们初中 而且我们也了解到 其实我们自己的学生当中 都是很有创意的 尤其导师是会带着他们 去到社区那里 去找一些很有趣的项目 比如一些中小企 它是有一些控点或者经营上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学生就去到那里 帮他们去提供一些顾问服务 当然都是学生自己都在学习当中的 那么我们就想 既然我们澳门政府都很大力去推动 希望我们旅游方面多元化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希望办这个创意营 希望能够在大家互相的共状交流之中 可以去激发多一些的创意 所以希望能够在今次我们举办这个活动里面 真的能够有一些是有用的方案 可以再将它和一些专业人士或者专业的顾问 再融合再提炼出来 真正能够推动到澳门 甚至整个大湾区的旅游发展 第20节目 连续谢谢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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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